有人说这个版本的敏玥 峡谷狗剑都能踹两脚 这个赛季啊 说实话 敏玥在高端局不管打野还是走对抗路 前期还好点 后期确实非常无力的 但是以二三实行以下的局 拿敏玥出来该乱杀还是乱杀的 本期呢 我们讲四个敏玥的细节 看看对上分有没有帮助 第一点 敏玥一技能怎么用 例如我们跟目标对拼时 就可以提前放一技能 先跟对面打着 如果他此时想要逃跑呢 我们就接一技能二段 去封对面退路 这个就非常简单 没什么讲的 当然如果你发现可能打不过对面 我们也可以丢一技能出去 紧接着呢 你要换个方向进行逃跑 然后观察对面动向 再去判断一技能是否去接这个二段 这个呢 也非常简单 还有呢 就是敏玥一技能是有一个无影步效果的 例如我们从刚才草丛进入到对面防御塔下面草丛 这个呢 是不会暴露敏玥视野的 另外呢 敏玥一技能位移距离是非常远的 你像你从龙坑就可以直接到对面红buff这里的 当然呢 你也可以从河道这个草丛这里 直接飞到蓝buff的坑里 不管你是刷野还是追击逃生 能飞两面墙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点 如何提高敏玥二技能命中率 如果你跟目标距离挺近的 我们是不需要瞄准的 我们普攻完直接去点二技能就可以的 基本上都会自动命中目标 瞄准反而会比较浪费时间 如果你跟目标有一定距离 我们可以先普攻目标 普攻呢 是可以减少目标移速的 那对面移速降低了 我们二技能命中率自然就上去了 当然呢 如果你实在瞄准不了目标 这个距离有点远 那问题也不大 我们可以先连接小兵 从而提升我们的伤害 这里要讲一下 敏玥二技能连接的目标 不管是兵线 野怪还是敌方英雄 只要能连接4秒 对于我们攻击力和法伤的提升数值都是一样的 它是没有区别的 唯一的区别呢 可能就是连接英雄的时候 我们增加伤害的同时呢 对面还会被削弱伤害的 相当于变相提高了敏玥的坦度 并且啊 敏玥这个二技能连接时间不是4秒吗 对不对 即使这个时间到了 链子没了 这个加伤害效果还会持续2秒的 这点一定要明白 第三点 敏玥大招这里也要讲个东西 敏玥被控制的时候是无法释放大招的 这点也要清楚 所以该用大招躲避一些致命控制的伤害是一定要果断 别被人家控住了 一套技能带走 你大招还没有放的 这个非常亏的 然后呢 再讲大招这个伤害 我们知道敏玥大招开始和结束都会遭上伤害 对吧 所以你尽量二技能链子多抽去一会儿伤害 把你的法伤提高到极致 二技能快结束时再去释放大招 这样打出来伤害呢是非常高的 这点一定要知道 当然呢 一技能也是这个原理 可以让二技能多抽取目标一会儿 等这个伤害最大化了 我们再去按两下一技能造成两段伤害 这个伤害非常可观的 第四点 敏玥的连招什么 如果对面给你距离挺近的 我们就二技能起手连住对面 然后普攻就行了 当抽取的伤害达到最大化时 接连下一技能打出两段伤害 然后呢 再大招收尾就OK的 当然呢 你也可以连住对面前排 对不对 普攻几下把金色圣剑被动打出来 先抽取伤害 提高自身输出 然后呢 一技能位到对面后排身边进行普攻输出 最后大招用来收割 还是逃跑你自己把握好就行了 非常简单 好了 本期就先讲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